西方史学史 霍尔德是近代西方首批文化史学家之一 他曾试图探索人类在文化翻载进程中所经历过的道路 在霍尔德看来人类历史就是文化史 文化是人们社会活动的产物 它是使人们团结和聚合的一种手段 霍尔德认为各民族的文化无高下之分 在霍尔德那里我们既不可能找到民族主义的异图 也不可能找到沙门主义 在古奥 霍尔德宣称地球上任何一个民族也不是精选的民族 欧洲文化是不可能被当作人类的善良和价值的标准 显然其论于西方文化史学者观点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是相反的 与富尔泰一样 他也十分重视亚洲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明明